原标题 抗战1940 两份机密文件作是国军时有三汉奸身份抗日战争的1940年 共产党方面获得只有三亿命理投降日军的情报后 朱德和彭德华专门给重庆呈送了两万缴获的机密文件 一份是只有三策划进攻把陆军的会议决议 内容是奉总裁命令 决定进行肃清共匪的作战 进攻抗日根据地 希望取得国军的支援 决议还制定了派出间谍抓捕共产党人的办法 搜到共匪重要分子 即行枪决 另一份文件竟然是与日军达成的联络办法 一 开始与日军接近后误发生误会 彼此进去融洽 双方派员联络说明 二 飞机来时 可用白布在屋顶上铺盖 不准射击 三 各部队不准超界线蒸发起扬 一团武装部队活动 受费军压迫时不在此线 四 周间联络法用识别骑或白骑左右摇动 借间用红电筒联络作灭 五 周间行军 凝聚其驻地实力最小限制 六 在黄河以南行动 应在日没钱 不得在午后八十以后 七 本军反对肺压迫 需向驻军去以外活动时 应一面活动 一面通知之 八 比以通知各驻军 如果需要派部队时 即随卷住 但兵力不能限 重庆方面 对这两份文件盖过承认 给八路军总部的回复是 这是敌尾的网件 悟信禅行 八路军决定 把十有三这个汉奸 连同他的部队消灭掉 十有三名以上是集团军 实际上只有一万多人 以赴他的杂乱武装 也只有四千多人 刘伯长 邓小平的第一二九师集中兵力 发动了讨识战役 仗还没打 得到消息的十有三就开始帅步逃跑 八路军各部队立即求追猛打 十有三不被打的吉宁发落 八路军正在对峙时设和为时 日军出动来接应十有三了 八路军只好先与日军打 打完了 再继续追 日军发现无法阻止八路军对十有三的追击 于是调动上千兵力试图抄袭八路军的后路 而在正面一面攻击一面释放毒气 两面受敌的八路军追击部队只好撤退 十有三得以侥幸逃脱 其后 在日军的配合下 十有三有数次向抗日根据地进行丧扰性进攻 直至有一天十有三突然消失的没有了踪影 由于投递证据确凿 重庆方面 已判过最佳十有三枪毙了 亲爱的朋友 如您喜欢本文 请关注大鹏微信公众号大鹏说书 账号 Deprint Show Oshu 9102 2 9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